- 歡迎收看電網周班 - 一定要到禮拜一的時間了 - 沒錯 - 今天我們的班底一樣是UZ還有Sandy - 是的 - 嗨 - 在看哪裡啊 - 欸 不要抖不要抖 - 妳的手晃得比我還誇張 - 沒關係反正 - 欸妳很浮誇欸 - 我讓大家感覺到我真的是肥齋這樣子 沒有 你們兩個同時進行 你超誇張的 怎麼樣 沒有 身體再晃大力一點 你看他都沒有你晃 不是啊 我本身是肥宅啊 跟美少女做一起 我要呈現那個綠葉 你現在是說我們是美少女喔 是啊 你知道 我講一個事情就是在 我上次也是來了 然後就有人來私密我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我好喜歡你上那個電玩包包跟 兩位女主持一起的互動 我想說 不會怕 我因為電玩包包有兩個那個 新粉絲 就是我還有一點小期待 結果那個人他媽死個智障 他是超變態的 他講說什麼 一開始我們還是正常聊 然後他就講說 你要上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結音他們真的很棒 他們很厲害 我說對 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跟他們學東西 然後他講說Sandy好漂亮喔 然後後面下一個就是 你有想過3P嗎 然後瞬間那個話題跳太多 我沒辦法接受 我就講說 我暫時沒想過 他說所以下次 你還有機會再上去嗎 我期待 他相信我期待 我就沒有再回他了 他想要畫本本 他一直會詩啦 好尷尬喔 我完全扛不住 我想說算了算了受不了 他很會聊天耶 他很會釣魚吧 對啊 好猛喔 如果你回了你就完了 你就直接截圖PTT了 我那邊很多人聊怪話題啦 真的假的還有什麼怪話題 很多啊 就是 男女你的也很多啦 就是問 問問什麼你可以幫我問杰林一件事嗎 我想說是不是有很嚴重的事情 他沒辦法回你 所以你密我 我那時候就想說好我跟他是朋友 我就說你跟我講我一定幫你問 他說他喜歡什麼樣顏色內衣 好奇怪喔 我想說 呃他可能是真的很喜歡你 我那時候還沒有想太多 我就說 呃我幫你問問看 你可不可以答應他 我想說我先問問看啊 誰知道他幹嘛 欸我覺得他是把你當姐妹啊 你粉絲們把你們兩個當姐妹 我不知道啦 然後 不知道 他就想說 你人真的很棒 你人真的很棒 你一定要幫我問 然後 他就說 可以再求你一件事嗎 他家柱子你有嗎 哈哈哈哈 白癡喔 你可不可以直接問電話算了 可不可以奇妙欸 可不可以白癡啊 不是啊 我是想說他可能要送你東西吧 很喜歡你的份子 然後因為 就是我最近都有上你的節目幹嘛 他可能覺得我們很好什麼的 喔 可是這種問題讓我來問 我就覺得說 這東西被今天截圖下來 我還是死到 真的欸 好奇怪喔 好想回答你啊 我什麼顏色都有 哈哈哈哈 我沒有特別喜歡哪個顏色 他一定有在看 他一定有在看 他要記七彩也給你了 他今天要寫信給Yuzy說 那你可以幫我問他說 那他下半身 會搭一套的嗎 還是會不同顏色的嗎 好健態喔 到底是想怎樣啊 因為我前幾天都傳照片給我朋友 就說男生這樣 我說欸我問你喔 那個男生覺得女生穿比基尼 要穿同色系比較好 還是穿不同色系 他就說 比基尼當然要穿同色系啊 我說可是今年 就是流行穿不同色系 他就說 我覺得女生好奇怪喔 我很奇怪嗎 就在不同色系 對他們也是相同的 就是很合的顏色 就可以了吧 對啊對啊 應該吧 我不懂這一塊 那你喜歡同色系 我喜歡同色系 那男生你也是嗎 來嘿 你也是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男生 好嗎 幹嘛會是男生啊 哪是 可是就多方搭配啊 對啊 不覺得都素素的同顏色很無聊嗎 不是無不無聊 就是那 因為我們可能平常沒什麼機會看到 比基尼耶 你海邊會泳池堆 對我們肥仔 平常不會去泳池啊 你開網頁都有啊 開網頁就好 你就Google比基尼啊 照片跟本人是不一樣 而且你看照片的時候 你不會每天 今天起床 心情好好看個比基尼好了 你看會動的啊 不是 比基尼平常很少看到啦 而且他沒有辦法 你平常喜歡的女生 如果穿了比基尼 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對不對 跟你相處的人穿比基尼 都會想說 還是同色系好 真的喔 真的啦 你也是這種想法嗎 我以前看過就是 因為女生穿比基尼 上面穿白色的 很好看嘛 下面穿綠色的 那是不是因為你不喜歡綠色的 不是不是 他的綠是很好看的 就是Timony綠 喔 但是想說 這個大配這個女生眼光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我覺得白色跟Timony綠很合啊 那白色跟橘色可以嗎 不行 白色跟橘色 粉紅色 白色怎麼配白色 他可能不喜歡叢林的感覺吧 綠色確實在那個地方還不太好 那如果譬如說是 白色你們是喜歡那種樹的白 還是譬如說現在會有那種荷花葉的 你們知道嗎 荷葉 樹的白吧 對荷葉 荷葉邊 可是荷葉邊內內變大視覺效果 對啊 女生在意的東西都跟男生不一樣 那女生就喜歡花嗆你懂嗎 可是男生有時候 就是那種看 除非你是老練的 不然你看你都會喜歡 希望女生單純的 真的喔 幻想 你說你說你說 請問老練的是看什麼 老練就是你可能是跑酒店的人啊 看經驗囉 看經驗囉 你可能是跑酒店的人啊 你就會覺得說 黑的好 就是柴車也可以 可以啊 就是喜歡辣的啊 喜歡燒的啊 對啊 有差啦有差 我不懂耶 或是我也喜歡黑色 黑色很性感耶 黑色算是 我覺得男生比較可以接受 其中的 可是那種七彩的我覺得 正常的男生比較不行 就是那種 比較花俏 比如說有什麼雷絲邊啊 泳衣哪有雷絲 你是說內衣啊 你現在還在聊內衣喔 哪有很多男生看到蕾絲都很興奮好不好 對啊 蕾絲 真的耶 不可能 如果有啾啾 蝴蝶姐的 那更爽 蝴蝶姐我覺得還 沒有那種東西都是 讓你更像高中生那種感覺啊 沒有蕾絲邊怎麼會是 蕾絲邊是性感 那種的啊 就是有什麼裝飾 不管是邊或啾啾 或旁邊小花裝飾 很多男生會喜歡 我真的覺得裝飾不能太多 問現場的男生就知道 好 男生好像真的不喜歡太花俏對不對 那個內衣內衣 因為這樣說好女生 我會看到一個橘就很可愛 那就把他放在身上 對 但是男生會看整體 身體很好看啊 就是我們也覺得很可愛 但是放太多就 這個整體還不錯 可是你們內衣根本沒內衣看就把人家脫了啊 你們在那邊跟我講道理喔 今天脫不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認真看內衣好嗎 喔 總會有脫不下來的情況嗎 請問什麼都是脫不下來的時候想看到 今天他就是獻給你看一下 還沒到那一壘的時候 還沒有到那麼深入 對 OK 好吧 因為我不太懂男生跟女生 因為男生跟女生真的有別 神美觀 你說看人嗎 對 看人啊看任何事物 我也覺得女生那個神美觀超級奇怪 哪有奇怪 就是 女生很喜歡長得很成熟的女性 大部分都是 我喜歡 對啊 都是喜歡 天成的不喜歡可愛 我喜歡大姐姐 我喜歡可愛的 你覺得怎樣算是可愛的 你舉例幾個人讓我選 拿女實況主 女實況主舉例好了 女實況主可愛的 可愛的這稱讚不好嗎 為什麼不好 女實況主有哪些是可愛的 因為我怕我們兩個的覺得可愛的是不一樣 所以你舉例讓我選戰比較快 可愛的 可愛的 妮妮啊 妮妮還有誰 誰啊 完蛋得罪 直接講不出來 直接得罪 現在有在看她心裡想我其實還蠻可愛的 很可愛就是妮妮我覺得她超可愛 她是我覺得最可愛的女實況主 妮妮啊 妮妮是真的還蠻可愛的 好可愛喔 她確實很年輕啊 逃避話題 你為什麼很明顯 太明顯喔 我必須講一下 妮妮她的年紀 所以說會讓妳有那種感覺 不是年紀是她的臉就很可愛 她的臉就很可愛 對啊她臉偏稚氣了啦 她為什麼講她都很保守 我覺得沒有可愛 就是她那個點不叫做可愛 叫幼稚 就是 幼稚 我看她比較像是小朋友 對就是男生會覺得那種是小朋友 幼稚 那種不叫做可愛的長相 比較幼稚 她怎樣才是可愛 你有沒有可愛的 你可愛的第一很奇怪耶 我想一下可愛 讓潔玲來想啦 潔玲看的人比較多嘛 哎呦誰 實況主耶 好不然你舉別人 不要 實況主可愛真的不多 但是漂亮挺多的 那不要舉現實況主 我這樣問好了 好 就是 余熙我記得她也有來過 余熙 余熙 余熙算可愛還是漂亮 我覺得她是漂亮 可是 我覺得她是 我覺得她是豔麗 真的假的 我覺得她是漂亮 我覺得她算是長相 如果不談講話 個人風格 一個 人像在那邊 我覺得她是 長相算可愛 我覺得余熙是講話之後才變可愛 很像小孩這樣子 我覺得 她其實臉是有一點成熟的 老實說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我就覺得她漂亮啊 對啊 那不然你覺得漂亮女實況主 有哪些 我沒有叫你講一個 我怕你得罪人 有哪些 現在大部分不是都很漂亮嗎 對 喔很會嗆 不是你知道我危險的也可以啊 只是我回去我怕我在實況界不太好生存 不會啊 漂亮是稱讚耶 漂亮是稱讚怎麼會是吧 K7蠻漂亮的啊 嗯 對不對 她漂亮啊 算是她算 我就說以長相來說她是偏漂亮的啦 嗯 對 然後還有Mita也很漂亮 Mita也很漂亮 嗯 Pina Mita你覺得是漂亮還是可愛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她是可愛 她是漂亮吧 我也覺得她是漂亮跟性感 Mita是漂亮 她應該算是漂亮 就是偏性感那一塊 啊對對對 偏性感那一塊 還有誰 嗯 小熊 小熊我覺得是漂亮 我覺得小熊是她已經在我的心中已經升華是知性 知性喔 我覺得她是知性 是聰明的女生了 聰明的聰明的 我那時候當下第一想法 熊粉不要攻擊我 然後可是我後來就叫她本人我覺得她本人比 世界上好看很多 就是 她算是很有 滿有氣質 滿有氣質啊 她是真的滿有氣質 不講話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啦是是 變態太好聊了 然後就很像自己林家的那種 就是妹妹 所以就會覺得她 比較沒氣質 對其實她也很搭啦啦 聊天都會很很 很晃爽的 對啊算是這樣子 她算是 我是覺得她算聰明之星 還有誰沒啦 沒有 女實況主的是不是 有啦還是有啦 有很多隻我們現在想不到 現在想不到 突然一時要想想不出來 因為我 阿大瑜 大瑜就ㄎㄧ啊 大瑜是洛志 洛志派 他就ㄎㄧ啊 都會遇到洛志派 不是你們剛剛太熟 所以你們全部都要攻擊他你知道嗎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善意 完全沒有 我沒有攻擊會講事實欸 不是你知道大瑜 他就是真的是 漂漂亮亮跟我們出去 可是你就看到他 靜靜拿頭髮黑黑的 然後在那邊然後 漂亮什麼 可是他只能吃飯吃一餐就這樣 ㄟ我跟你說 哈哈哈哈 卡一個雅 然後不然就是 ㄟ吃花椰菜會整個都 視超反的你們看 然後就覺得說 可不可以一個漂亮亮的女生 不要這樣子 很醜真的很醜欸 這是他的風格吧 對對對 可是他如果完全不講話 也是一個人形立牌在那裡的話 他也是長得很不錯的 他也是漂亮的 對啊 我們聊什麼聊到這裡來啊 就是聊可愛 可是我們一個可愛都講不出來 對啊一個可愛都講不出來 然後你喜歡可愛的 可是你一個可愛的都沒說 實況界的要我真的可以教嗎 那你講不要是實況界 隨便你推一個心中 第一個想到可愛的人是誰 可愛喔 小胖你覺得演藝圈誰最可愛 希爾齊麗 嘿 可以滾了 我跟你講 男生有時候說可愛不一定是好事 ㄟ你知道嗎 跟你屁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告訴你他跟你講什麼對不對 我還以為有什麼動態的事情要跟我說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楊成林在他以前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以前很可愛 他可愛教主 水母童那個時候 對對對對對 他以前是很可愛的 現在是已經是成熟美了 對還有誰 Hebe以前也是可愛的 Hebe剛出來的時候也是可愛 他是鬼靈精怪 Hebe雖然是可愛的嗎 他一出來他是鬼靈精怪 以前啊 以前真的是可愛的 好 不是因為我必須講那個 我覺得Hebe的 給人的感覺 就是他不管怎樣都不會在男生歸位是可愛 以前啦 他以前真的是可愛 我記得他有一定的身高吧 女生我覺得高度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會是可愛的 我不知道Hebe多高耶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們 就是SHE就是三個站起來他是最高的 喔真的喔 對啊 我沒有仔細看過 不然你覺得女藝人誰可愛 有人說王欣玲 王欣玲可愛 喔 王欣玲蠻可愛的是真的 嗯 我女藝人我想不太到 我覺得她都很漂亮 兩個真的沒有什麼可愛耶 對啊 我都覺得他們是漂亮 我有見過王欣玲本人 真的喔 就是之前不是有那個天國的嫁衣嗎 然後我那時候有當過明道替身 那時候是賽車的那個 然後我穿賽車服站 那個王欣玲對面 真的喔 對 因為你曾經是淡水潘偉博瘦過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每次都要去那個 你笑的啦 當明道替身很瘦欸 他以前很瘦你剛剛出生又長這樣子喔 我以前很瘦好嗎 對啊 我以前蠻瘦的啊 那為什麼你會變這樣 不是就是歲月的摧殘跟遊戲 把我搞成這樣了嗎 那你推出實況界了 不行啦 我好喜歡打電動 我好喜歡實況 他喜歡當胖子是不是 那個時候有遇到王欣玲 真的小小一隻 他真的很小隻 可是我 我沒有很喜歡那種樣子的 喔你喜歡漂亮的是不是 不是我其實喜歡可愛 可是我看到他我沒有感覺到很可愛 那不是你的差 那你覺得你看過可愛的 你喜歡的有誰 我喜歡可愛的 我其實很少 我叫不出藝人名字 我可能有印象 可是我叫不出名 他比如說他有什麼作品跟我們講 我們來猜啊 你是什麼地方看到他 有什麼作品讓你們猜喔 電視或電影 就對這是哪裡看到他的啊 很難想 很難想喔 我覺得蠻難想的 怎麼會這麼難 還是別部片的 別的平台 沒有沒有 日系的 日系沒讓你 那不方便講就算了 沒有啦 說真的 日本女生好像也真的比較對我胃口 我不是說那方面的喔 你們不要突然眼神都變了是怎樣啊 是正常的 我覺得虎牙很不錯 我喜歡人有特色 為什麼男生都喜歡有虎牙的啊 你喜歡有虎牙的嗎 我喜歡牙齒整齊 我喜歡牙齒整齊的 可是有虎牙也有牙齒整齊的啊 就只是一個小小顆 那小胖你喜歡 小豹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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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為什麼男生都覺得有虎牙好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啊 就跟你看到那個動物 牠又有那個牙齒不是一樣嗎 那你以前看到我就覺得我超可愛 我以前覺得你蠻正的 現在怎樣 現在 不錯啊 挺好的 你怎樣 沒有 他沒有怎樣 你以前是可愛現在漂亮嘛 好不好 不我真的很久以前看過你那時候 因為你的一出來就是小虎牙 對啊對啊 所以 那個是別人對你第一印象很加分的東西 因為一個特色就是 很明顯別人沒有 你有 對啊 他在我小時候的時候看過耶 十幾歲 真的喔 對啊 十幾歲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夢裡奇亞 他說我們在同一個場合 吃飯 對啊 吃飯 吃冰 吃冰 你怎麼清楚 在哪吃冰啊 記的蠻清楚的 你根本是我在路邊攤 路邊攤吃冰 然後我們剛好說 他那個時候就非常非常紅了 喔 到底在哪裡啊 誰會記得啊 不重要啦 那麼久以前的事 因為我好奇啊 因為我好奇那間冰店是不是還開著 應該倒了 關心天家是不是 對 好啊我們到底為什麼聊可愛東西 忘了 不記得了 忘記了 奇怪了 啊你今天怎麼遲到 我今天這樣子遲到了 對啊 你今天怎麼遲到 我錯了 而且你剛剛來的時候整個頭髮濕 我以為下大雨耶 對啊下大雨啦 下大雨有 還沒有下雨啦 我來的時候有啊 下雨啦 真的假的 真的啦真的啦 沒有騙人啦 我沒有那麼喜歡騙人 因為剛剛 因為那跑進我們 就休息室的時候 他很像一個失戀人 然後進來然後 就是 很狼狽 對很狼狽然後有點沮喪 然後跟他講話說沒事啊 好就坐下 然後你到底怎麼了 沒事就 真的沒事啊 沒事沒事 是嗎 我沒有失戀啦 你幹嘛這樣看我 沒有戀情哪來失戀 這邊天氣變得很涼耶 好慘喔 我們哪時候你有沒有戀情 什麼沒有 我有戀情我會講 因為我覺得這是 很爽的一件事情 可以讓我那邊 觀眾知道說 就是我們的差距 你現在Full in love這樣子 對啊 就你們這些臭肥仔 一輩子沒女朋友 我每天都要詛咒他們 真的喔 對啊 因為他們很喜歡嘴我 這樣 我希望不要 我還是不要造口液好了 因為已經不久前 我就聽你呢 說你要減肥 減到現在你也沒減過 有啊我有在努力啊 只是沒有很成功而已 你的努力是什麼 哈哈哈哈 你有戒身感嗎 就是 有努力可是他不一定會成功嗎 世界上不是很多事情都這樣嗎 你要持續的努力 對啊 我很持續啊 你告訴我是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你沒有成功 這樣是最快的原因 幫你找到解決方法 吃吧 我覺得我對吃沒什麼抵抗力 Sandy也很會吃啊 對啊我也正常吃耶 她也年輕啊 這不是年不年輕吧 而且有體質的問題啊 我也不年輕呢 可是我也是很愛吃啊 你有運動 我到底為什麼跟你聊這個話題 我們都有運動 我們都有運動 而且我們喝了 沒有你們沒有很愛吃 我說真的 我超愛吃的 我的吃是那種經紀人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吃的拜託 真的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跟你出去 我都覺得你吃很少 因為因為那時候是吃 那時候我已經吃過一點 我們是吃過火鍋嘛 對啊 火鍋我就沒有到吃很多 因為他們狂吃肉 可是吃肉很好 我常跟你吃我也吃很多啊 對啊 就是我覺得算是都算是 算正常 你看到一個是酒妹吧 因為他很胖 那你就以為他吃很多 但其實他小鳥餵 你就以為是 沒有那天酒妹去 他算是點的比你多啊 沒有都你們點的啊 我只顧著吃啊 他也有一隻 他一直很努力夾欸 喔這個好這個好 好啦好啦 你最會吃啦 你最會吃啦 可是問題是他的身材跟你就是差很多啊 他有在健身你幹嘛 不是我們單純以體態來看 我們不要放任何心理不好的東西 欸可是他比你胖對吧 應該 我覺得應該有 他比你胖 對啊 我覺得體質問題 80啊 欸80還好欸 我之前有更胖 最近還有瘦 喔真的喔 之前我忘記聽誰講 然後是你們家的人 最近有人就說什麼 呃什麼什麼 優異到底怎麼 怎麼現在會把自己變成這樣 哈哈 你變成這樣 我身邊有很多人都講這句話 你變成這樣 不是因為 我大概後面做實況 胖15公斤以上 對啊 就因為一直坐著打電動 以前看我的人就覺得 沒有我以前也打電動 可是我以前打的是英雄聯盟就是 對啊 打爐石沒有女生的 人就變這樣子 英雄聯盟女生比較多 就是還是要照顧一下自己的形象 對不對 是嗎 是嗎 爐石也有女生啊 幾乎沒有 很少啊 而且爐石你又不能交女生 對不對 我今天不能說 欸 森弟我們兩個一起對不對 打敗敵人 一起就是對決啊 對啊 一起就是我今天要把他殺死 這樣子 女生不喜歡 你可以手把手交啊 很難 手把手交 一下就 你看如果我今天交結 你不要打這張 滾啊 然後在那邊叫 然後就吵架 你這樣是國防統神嘛你 我真的沒有這樣子欸 我覺得你就是會這樣子的人 我不會 我不會 我會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打這張牌 你有這麼的理性嗎 是很受教的 真的假的 對啊 我打遊戲真的蠻受教 因為我想學好啊 可是我上次跟你玩一款遊戲 我要教你一次凶我 那是因為你一直殺我 然後一直懷疑我是鬼 因為你是鬼啊 我不是鬼 我那一場就不是鬼啊 那一場就是鬼 然後你還要射爆我下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遊戲現金不同 我們都互相懷疑的遊戲欸 不是 我是真心想要教啦 只是他感覺對我敵意很重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誤會我 我是真的好老實欸 以遊戲來說 真的喔 我真的很會教 好 你教過哪些人 然後現在離開了 為什麼他不會後面那一句 我教過很多人好不好 例如 沒有 我以前有開班授課 真的假的 英雄黎萌的時候 真的喔 教誰啊 而且開班學校那一種嗎 不是 就是 教一批人 就是同時教一批人 怎麼操作 你們要怎麼樣才可以變強 真的假的 很有用嗎 他們排位會提升啊 排位提升就有用吧 然後你說這樣很貴喔 收費很貴 滿貴的 就跟外面家教差不多 這樣不就一小時五百 我覺得那樣算多啦 以一般的工作來說 而且你是教遊戲 而且一次教十幾二十幾個人 算很多吧 哦 這樣很多 很多啊 我覺得蠻多的 那你怎麼不繼續教下去啊 因為你訂閱已經 沒有 他訂閱超過兩千 他其實也不稀罕這些錢 不是啊 那個時候覺得那不是個好方法 你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有要打比賽 所以說 你不可能每天花那麼多時間去教人 或者是講觀念什麼 那你現在也可以啦 現在還是好好開實況 欸他很狂欸 他上次我看他實況 他訂閱超過兩千人嘛 他竟然問大家說 他要抽東西 要抽什麼 他說不然我來抽車子好了 他是不是發瘋了 真的假的 因為 國動 國動推薦我的啊 他真的是 感嘆CV 感嘆CV 佛心真的是 我佛之類 誒很誇張車子 你說如果 比如說是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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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幾台 比如說兩台三台 車子是60萬起跳那一種 對啊 可是其實感覺好像還行啊 還是說你是先騙大家 說你要怎麼 對啊先騙一個啊 大家訂閱啊 訂閱完就說 欸沒有是模型車 哈哈 我沒那麼惡劣啊 你這個會被抗爆的 對啊 那個會在路上被暗殺好不好 就不成這樣子啦 對啊 所以你真的要抽車子 還是後來改成手機 沒有 他們跟我分析車子 就是不太好 為什麼 後面好像有什麼碎啊幹嘛 對我來講太麻煩 哦 所以說 我就想說 麻煩是不要 哦 你就乾脆 所以改成用燒的 不是 沒有碎金 不行啦 那你覺得要送手機哦 可能還在想 也有可能不送啊 從沒想出來 被我掉出來了 各位趕快退訂啊 我有跟他們講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 實況現在的那個風氣很怪 就是 很多人訂閱就是為了抽你的獎 可是通常都是最後三天 現在的訂閱都還不是 就是有那種最後三天 一千錠兩千錠都有 真的假的 就我之前是這樣子啊 好猛 那他們就真的是可能來抽獎的 那我現在的情況就是跟他們講說 我不一定會抽 可是我如果說訂閱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我會把錢一定會丟出來 我講好的 就是說我不賺你們的錢 那那些錢如果太多的話 我就覺得麻煩 當然是抽高單價的東西 錢太多會麻煩 我這是第一次聽 不是你要處理到這些錢 因為這些錢不是你的錢 你的認知就是 那你就關掉訂閱啊 更簡單 男人要滿足像虛榮心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那個貼圖嘛 他訂閱有額外的貼圖啊 我有聽到你要拼那個貼圖 蠻喜歡貼 就是放自己的貼圖啊什麼的 他好特別 他真的很特別 對啊 蠻喜歡放自己的貼圖 我都不會講這句話 蠻喜歡放自己的貼圖 就放一些那個貼圖 然後我又自己的畫室 然後我又很喜歡那個畫室 我希望多放一些他的東西啊 哦 我好痛苦啊 這兩個人看我跟看外星人一樣 哈哈哈 不然問問一下那個啊 問一下Sandy Sandy最近開台有在 因為現在好像10月號之前 訂閱是半價 你有在催促你的那個 訂閱的觀眾嗎 我是上禮一半很久沒開 一開台突然很多訂閱 因為以我台來說 十幾個已經算很多了 不要不要這樣 你這樣好酸喔 我真的感覺這個 他還想出到4000啊 哦對不起 我才對不起你們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啦 沒有 然後就突然超多訂閱 然後才知道原來辦人家這事情 可是他只有 是三個月內沒有訂過的 就是他要真的新的 又完全新的 對對對 然後又衝了蠻多人 我覺得蠻特別 而且是實況主拿到的價錢 是一樣的 對啊 對啊 蠻棒的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突然 好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Twitch突然那麼佛心 因為我跟Twitch也比較不熟 是真的 真的比較 就是他們的設定上有一些問題 蛤 你知道嗎 就是 你其實想一下 它有一個東西叫24.99枚 對 它訂閱你只要13枚 嗯 那 那中間有一些錢 如果說你可以全部拿到的話 就是變成說 你就算自己訂 自己可以洗錢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懂 我不會 聽不懂 哇 現在女生都怎麼這樣子啊 都裝笨起來了 我是說真的你不懂 馬上看 沒有懂了吧 拿24 可是你只付13 你付 算你付13 可是你拿17 你懂嗎 那中間那3枚去了哪裡 就是Twitch自己 自己接收了嘛 那如果有有心人士 要弄這個事情的話 他可以無限的洗這3枚 其實3枚有100塊 如果有1萬人的話 因為你自己要做這件事情不難 然後如果你寫一個程式 等一下我現在這樣講 會不會有人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會 哦 絕對會 大家如果你們知道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董內 啊 訂閱我 訂閱我 如果是想要試試看的話 我也可以 我跟Sandy都可以 然後 因為是影機有2000多訂閱 他不用 我不用 你不要害我 你不要害我 蛤 真的 其實我那時候有聊一下 就是有跟一些聊一下 然後 很多 在我那邊很多 就是實況的人講說 你當人家Twitch都是智障嘛 就是罵我 攻擊我 可是我這個人就是 我真的覺得有點怪怪 我就受不了 我一直去查一直研究 或我在一個國外網站 發現真的有人這樣子 然後得到錢 就是他已經算好 他確定可以得到跟什麼的 就是那已經放出來 可是我還請別人幫我翻譯英文去看 我剛剛正想問你什麼騙人 你不是英文很爛嗎 對 可是我請人翻譯 就是有人幫我研究 真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可以達成的 我打臉超多聊天室的人 可惡今天又要熬夜了 哈哈哈哈 他做這件事情了 那真的喔 好猛喔 所以我在想說 他們是真的佛心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有因為這件事情 趕快去敲一下Twitch 我跟他們講說 你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 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 他只回我 我們電話收一下 可是我沒有接那種電話 我覺得有點怕 我沒有接 我是想說事後 但是昨天還前一件事吧 真的假的 你好好心喔 還提醒他們 這要提醒嗎 因為我覺得說這好像 就是會有 一定會有有新人事 會不會有東西啊 等一下接我的人在這裡 不會啦 因為這個 這個洗錢 有可能會洗到很多欸 數字 我不知道欸 我也不懂 因為我 我真的不太懂這個 我也 我們還是不要討論這個危險的 就是有時候討論危險的 這是犯罪了 不要不要 這犯罪不要 大家不要學 好不好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訂閱我 我們來聊一下其他開心的事情 就是啊 UZ他們公司最近啊 其實有一個那個YouTube平台 然後常常會拍一些 跟選手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蠻有趣的事情 像你們就有拍一個心理測驗 對吧 對 對 然後今天我們也要來心理測驗 好 對 因為你已經測過了 所以測的是我跟Sandy 那你要跟我們講這個測驗嗎 好啊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 就是 等一下 我想一下 期望了是不是 不是因為那測驗是別人問我 我要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你今天去一個森林 然後 然後 你身上 你有背包 然後有蛇 有鳥 嗯 你會怎麼樣排列身上的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猴子 你會怎麼樣排列這些東西 你說優先 觀眾也可以一起玩嗎 你說優先帶的順序嗎 對 就是你會怎麼樣 你會把他們放在哪裡 那背包不就是背身上嗎 對啊 我看你啊 你也可以拿手上啊 你也可以放腳上 我背身上 我背身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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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在前面滑 滑 滑 他在前面滑 然後 猴子手牽手 還有什麼 頭是手牽手 鳥 鳥就正在這裡拔 變蔡康勇 嗯 啊 我的話是 鳥讓它在我頭上飛 然後蛇 就是一直在前面 前面滑 對 然後猴子 你走到我旁邊 可是沒有手牽手 我要跟他手牽手 好 嗯 所以 你 你 那你的背包呢 背 後面啊 你的背包 所以你的背包都是背在背後 對啊 那我現在說一下 呃 背包是你的責任 所以你的責任 你都會把責任 扛在自己的肩上 天啊 對 那個時候有一個人 叫做邵安 他把背包丟給了猴子 猴子是你的伴侶 哈哈 我今天聽起來很棒奇怪 那我會把我的伴侶手牽手欸 對啊 就是 猴子是你的伴侶 你們都會放在旁邊嘛 對啊 然後 捷琳是手牽手 你是 就放旁邊 嗯 跟著我 然後 鳥的話 我先講蛇好了 蛇是錢 蛇 它會前面滑 對 所以上是 所以是我拿不到錢的意思嗎 還是我們要追著前跑 還是我們應該把他當圍巾 都還在脖子上 哈哈 我也是把蛇放前面 可是他們是跟我講說就是 追 這是什麼 追著前跑嘛 好像是追著前跑 蛤 一生都要追著前跑 因為我們都已經把蛇放在肩膀上 然後追著前跑也太痛苦了吧 鳥的話是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把他放在我的肩上是 就是 就是你可能 他會當我的行程 你可能會 特別的照顧他吧 就是你會 管住他 就是限制他很多東西 因為你要他在你的身邊嘛 喔我讓鳥自己飛 就是代表說你對你自己的小孩 很自在 就是嘗試很多東西這樣子 我是不信啦 哈哈 沒有心理順利 我跟著說不信幹嘛啊 沒有啊 我是覺得 這種東西就測一測 好玩的 好玩就好 玩就好啦 所以JayTeen也常常玩這些 有的沒有是不是 偶爾 欸我有一個森林的 好 森林的東西 可是他不是測驗 他是一個遊戲 可是他只能對一個人玩 要不然對你玩 那就要玩 好 就是 這個是森林的這個平地 然後這個是你 那如果你要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你會怎麼走 你要走給我們大家看 我現在要去走森林 因為有些人會有些人會彎一直走啊 但這裡是森林的頭 這是森林的尾 然後 如果你要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你會怎麼走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從這邊這樣走過去 有些人會從這邊走過去 有些人會直著走過去 所以你會怎麼走過去 我應該會直走吧 你就走一次給我們看啊 就 不是啦 走這裡啦 不好意思啊 我現在要直接走出去 你用手走啦 我用手走 你找給觀眾看啊 好好好 如果這是森林 然後你會這樣走 所以代表你的人生就會走得很直嘛 因為有些人會走歪 會想多這樣 但如果你是閉著眼睛走的話 所以我現在要閉著眼睛走這個 你確定你可以走得跟剛剛一樣直 我覺得我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啊 我聽到了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哈哈哈哈 可是你要讓我玩什麼 不然觀眾不知道為什麼啊 你一走過來 其實觀眾大概都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會知道為什麼 你對我的攻擊性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玩過這遊戲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他就不知道啊 因為你現在就不懂啊 你要讓大家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這個遊戲 所以你剛剛這樣直接推火坑給我是不是 沒有啊 我說一樣有互動了 我以為我們的交情不錯 我們交情很好才讓你玩好不好 好可怕喔 你剛剛想要幹嘛 你走一次 你要走一次 不會對你怎樣的 好 那我還在你旁邊 反正適合要做 你鑽到樹了 神經病 神經病啊 觀眾都知道 他說鑽到樹了 對啊 哈哈 這遊戲很好玩啊 這遊戲 如果是我跟你們 我也覺得挺好玩 可是如果是我被玩 我覺得還好 你小時候都沒有同學 會跟你玩那種類似的遊戲嗎 不太 不太玩這種 你沒朋友 我小時候有 我小時候比較多朋友 我現在反而比較沒朋友 那你有玩過那個什麼 就是黑會聚熱那件事情嗎 黑會聚熱 對啊 為什麼 就是譬如說我們玩那個 放大鏡 然後放大鏡 太陽照射 它不是會有黑點嗎 那自然刻意會把它燒起來 那如果你在紙上畫一個黑點 也會變熱 你們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知道 對啊 所以你們有玩過嗎 有玩過 有玩過 可是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 我們以前玩那般猛烈 我們以前玩過筆仙 哇 我不敢 筆仙 怎麼玩啊 好我解釋一下筆仙 就是筆仙就是你要一開始要有一個 請神的概念啊這樣子 怎麼請 握著握著握著 一起握住那支筆 然後另外就是互相這樣摸那個肩膀這樣一路摸過來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那個 可是我覺得很怪啦 怎麼樣 因為我們問的問題一定都是問說 謝捷琳他現在喜歡誰 然後小朋友小朋友 然後閃滴現在喜歡誰 然後大家就開始那個是爆青筋 給我過去 哈哈哈哈 就自己在移動的 對我就覺得說奇怪 怎麼可能 難道我的力量還不夠嗎 然後大家想說 欸筆仙真的零欸 我想說對面這個人在爆青筋你們看不出來嗎 好白癡喔 快就沒有成功嘛 真的啦 反正那個就後面更不可能這樣玩 就是也不是真的 因為我們也不太懂 就是大家就講說 而且問都一定是問這種問題 就是誰誰誰喜歡誰啊 然後就問一些隱私的事情 真的假的 對啊 那Sandy有玩過類似這種東西嗎 我完全不玩 那班上有流行過嗎 欸國中的時候有一個小團體有玩 那我是完全不玩 有一個小團體 所以你在抱怨你們辦一個小團體 國中高中是每個班 那不是都有五六個小團體嗎 一定啊 國中超愛的 對啊 然後他們在玩 可是我完全沒有辦法靠近他們 我不敢 我還走出教室我會怕啊 喔他們在自己的教室 不然不是要去什麼自然教室什麼的嗎 我想說真的是玩八大 你在自己教室玩這種東西 對啊應該去自然教室的 你們也是玩筆仙嗎 是他們在玩 我忘記是筆還是用蓋子 蓋子是疊仙很恐怖欸 可是我忘記了 可是他們 好像也不太懂怎麼請 然後幾個女生在那邊 啊你用你用啊 然後之後好像不了了之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子圍在一起 然後都已經畫好那個盤 我覺得很可怕 真的喔 那是一個氛圍 我很怕這種東西 其實大家真的在玩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開玩笑 而且那種不怕 那會講說 齁 是不是沒什麼 幹嘛 可是如果你真的坐下去 然後大家都不講話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真的有什麼欸 對啊 而且這也是大家 那個筆錄的智能動 大家說是不是你動 然後大家說沒有沒有動 然後我就開始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去疙瘩欸 好可怕 那你有遇過嗎 沒有沒有 可是 我有啦 好了我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只是 那種就是碰巧這樣子 就我們班以前也流行玩筆纖 那邊畫啊 什麼什麼 然後以前 這是國小事 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在學校比較 痾... 知名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跟我們班 我們班就有一個女生 然後他也是 他就覺得他是班上leader 反正他就不喜歡我 但我也不常在教室 因為我是校隊 就是常常出去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們校隊常常要比賽 那每一次我都被安排在第二棒 因為第二棒是搶跑道 我很會搶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呢就很奇怪 反正我彩排都很順利 到正式上去跑的時候 我沒辦法跑步 我就覺得一直有人抓住我的腳 我是說真的 我們就跟你們說謊 我就覺得什麼跑到跑不快 在比賽的過程 應該要很緊張 我整個跑到跑不快 然後就很生氣 氣到我整個站 我就站著 我就不跑 然後我就覺得說後面有人拉我 沒有人 然後就有人在嗶嗶 就想說我為什麼站著不動 然後我就繼續跑 反正不管怎樣 我們那一天 我們班每一次比賽 都是跑第一名或第二名 那一天我們反正是倒數 就因為我們的關係 然後反正我就很沮喪 然後隔天下午 反正就是我們班有一個女 你知道班上都有那種三八阿花 跟誰都很好那一種 然後那個三八阿花就跑來跟我說 他說你會不會覺得你昨天跑步 好像就是不管怎樣都 因為我這件事沒跟大家講 我只是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我跑不動 然後反正他就說 你昨天跑不動 是因為那個叉叉叉 就是那個 覺得自己是leader 那個王八的女 他要說 他叫筆仙抓住你的腿 讓你不能跑 很奇怪吧 有這麼神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那時候也沒有覺得恐怖 就是覺得說 烤王八蛋他我最後一名 我就只有這樣的想法而已 那你後續有在去收金或幹嘛的 都沒有 就沒事了 完全沒有 我已經不記得後來有什麼事 有沒有什麼事發生 因為那是我國小的事 但是到現在我還是很印象深刻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下真的覺得有人抓住 好可怕喔 真的 真的蠻懸的 我覺得啦 這樣子應該是 就是你到那麼以前的事情 到現在都還記得 應該是蠻明顯的事情 是真的很明顯 而且我還記得我怎麼跑跑不動 然後我還這樣站 然後看後面 然後都沒有人 然後被逼了 我就繼續往前跑 超怪的 畫面聽起來也是蠻奇怪 真的很奇怪啊 可是我到現在就覺得 就是反正都過了沒差啦 就是小時候 小時候惡作劇吧 對啊 小朋友惡作劇 沒差就還好 現在沒事就好了 現在沒事就好了 還好他沒有要求別的事情 小朋友沒有這麼多的慾望 會去要求別的事情 頂多就是說 我希望那個幾年級班的男生會喜歡我 你們以前會許這麼無聊的冤枉嗎 會啊 當然會啊 男生比較不會許這種 男生比較不會許這種嘛 你剛剛說 誰誰誰這麼喜歡我 用比先玩的 不是啊 那個是一定 都嘛是問別人 都是問別人說 因為我可能心中有一個喜歡人 可是我不可能講出來 小時候覺得說 講出來很丟臉 然後就一定是問 我玩的話我一定是問說 是不是決定喜歡Sandy 然後就開始 沒有我們說自己許願 自己許願不在乎 對啊 希望那個誰誰誰會喜歡我啊 對啊 男生許願都會希望什麼東西 可以變得更強啊 什麼希望可以更順利啊 這樣子啊 小時候就會許真順利 小時候你說事業功課更好 不是說事業更好 喜歡 以前喜歡打籃球 就是想希望自己籃球 可以變得更好 這麼無聊啊 對啊 不會 你們怎麼喜歡 來喜歡去才無聊 我也一樣無聊 那Sandy會許什麼 Sandy會許什麼 因為我有喜歡的人 就是說希望喜歡的人 可以喜歡我啊 女生對這個東西比較夢幻嘛 比較多的幻想啊 好像是欸 對啊 以前的 你知道現在想 以前的願望啊 再想一下現在的願望 就覺得哇 這落差極大 現在就 希望可以賺很多錢 對 以前也希望 但是你們現在的願望都是這個嗎 我是啊 呃 我不是啊 好晚有什麼 我是 我要希望我可以 就是買第二棟房子給我爸媽 哇 這很棒欸 這個更快願望到底在哪裡 不一樣啊 賺很多很多的錢 跟你有一個實質的一個目標 去買那個東西給爸媽 所以那棟房子 不一定要是你自己賺錢得來的 要啊 嗯 要啊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人說 我要送一棟房子給你 嗯 你也說OK 這樣也算是願望達成 我就說為什麼啊 不行啊 我太支持你 我好喜歡你上節目 幹嘛 我決定要趕快幫你完成夢想 真的假的 真的 拜託啦 沒有 各位 蔡先生聊天室了各位 趕快 你根本就不敢收 這很可怕 太恐怖了 整間都監視器 對啊 而且說不定他有你的鑰匙 然後COVID100份 對啊 太恐怖了這個 你們都會想成這樣是不是 當然就想 我連粉絲送我 我這樣講出來 他可能對他們很抱歉 每個是大家都會威脅我 像他們會送我PS 然後他們就會說什麼 像他就說 你帶回家說不定裡面有監視器 我都會想說 我書書不要收好了 好貴重喔 PS喔 對啊 PS啊 PS裡面有監視器 就是 真的會有人做成這樣子 其實想一下女生好像真的會遇到 像男生更無可能考慮這個 誰要監視我啊 無聊死 不是我跟妳講 只想在網上看到不是iPhone充電到豆腐頭正方形 那種 它它改成裡面是一個監視器 哇好神喔 就在那個豆腐頭裡面 那那鏡頭不是超小 超小 所以你插在牆壁上 它就可以看到你房間內部 哇靠 這個人哪裡可以介紹認識一下 你想要猜在誰家 其實我覺得 現在好像真的很需要一些監視器幹嘛 你要監視是誰 你說醜哥喔 不是我家前幾天遭小偷 蛤 就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蛤真的假的 對啊 可是我家沒東西給他搬 所以他把我的椅子給搬了 你說你那個很貴的椅子 真的很煩 而且我才剛拿到沒多久 他這樣子搬 他也很累耶 他在那邊擄板就要擄走 欸那椅子都白色吧 25公斤的椅子 就椅子不見 而且他也沒幫我電腦 我也不懂為什麼 他可能不覺得那個值錢吧 或者是他覺得那個可能會偵測到什麼 他就會被抓到 可是椅子就不會 椅子就是嚕嚕嚕嚕嚕走 超級扯 那你有去網路上Google說 那張椅子有沒有人在賣 說不定有人在賣 就是他 沒有 因為 那個時候我跟這家椅子的老闆不錯 那時候常聊天 他跟我講說 他後來看我你怎麼換椅子 我說我椅子被偷 他還消費我說 大家不要偷椅子 我們家椅子很便宜幹嘛的 就是趕快把那個實況主椅子還給他什麼 我都覺得好苦喔 我已經被偷椅子了 所以他有把你家放了算七八糟嗎 也沒有 可是你一回家馬上感覺到被動過 真的假的 那你有換鎖嗎 有換鎖了 已經換鎖了 那窗戶那些都有看 對啊 你家住幾樓啊 八樓 所以他是真的是進去啊 對啊 真的是進去啊 是不是你前女兒又回來偷椅子啊 不是 那新租的地方好不好 而且我們那個地方還是 那個電梯你一定得 不要逼逼的 逼你才能夠坐 碰碎可能是住戶啊 對 會不會是住戶 然後也是你的觀眾在看 然後看起來會覺得 那個史況主椅蠻好看的 我那天要出去幾乎是 就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我的實況台的人全部都知道 我那天會出去一整天 他會不會是你的觀眾啊 我覺得不會啊 因為我換地方住 大家都不知道我地址 不是巧合啊 應該不會是觀眾啊 應該是巧合啦 對啊 是觀眾一定把東西全部都搬了 你要小心會被裝監視器 你會不會你回去看你家樓下面 就是你可能打電腦下面有做斧頭啊 小心欸 不會啦 而且也沒什麼東西可以給他監視啊 他就賣啊 知名實況主UD下半裸體 男生還好 我真的有想過 如果我真的下半裸體的話 你沒怎樣 那你現在來啊 現在在那邊直接來是不是 我覺得不好 哈哈哈哈 你們說沒什麼 我就說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啊 如果我是故意 我就是神經病欸 對 我就一上節目 嗨潔琳我先脫了 這樣好像不太對吧 這樣不行啦 沒有 你可以說一個理言 就是說 嗨潔琳我覺得很熱 那我先脫了 就說 不行不行 就是如果是被偷拍什麼 我都覺得 就算了 蛤真的喔 畢竟是男的 你好豁達喔 不是 你也沒辦法啊 女生不覺得 但是如果你是被偷拍 那是你沒錯 可是你在做一些比較私密的事情 你也覺得沒關係嗎 怎樣私密 比如要尻尻之類的嗎 差不多 之類的 那也沒辦法啦 就你只能夠面對這件事情 就是說 哎呀我怎麼不小心 有人在偷拍的時候 我尻尻了呢 你還是可以接受就對了 對啊這可以接受 這都可以接受 那如果他監視了你的影片 然後再開 他自己創一個推卷的頻道 然後他哄了 播放你的那個影片 哈哈哈哈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他在那邊給我抓到 哈哈哈哈 你還是會生氣的嘛 不是啊 那個沒辦法 這太誇張了吧 好吧 你都說誇張 OK啦 我想說 嗯 我以為 沒有 那不可能 一定會想辦法 如果找得到人 一定是想辦法弄死他嘛 對啊 找不到人的話 就覺得自己是 就是學個經驗 男生我真的覺得比較沒差 人家也不能嘴硬什麼 你看這個人在靠靠 你可以問他你不靠嗎 對不對 男生就沒差 男生好豁達喔 你好特別喔 不會啦 真的 不是女生這種東西 會不會講得很難聽 男生不會 我覺得這個是性別的問題啊 這對你們比較吃虧 可能吧 可能吧 好吧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剛剛前面聊太多了 雖然說那個 導播姐沒有督促我這樣子 有一個有一個那個 最近阮月交模仿潮 大家都在模仿 嗯 欸我們這個有影片嗎 情侶導播姐 喔這個沒有影片喔 你們有看過影片嗎 有啊 那Sandy要不要模仿一下 可是他很難 他要解釋他怎麼模仿出這個聲音 他說什麼 還有什麼 什麼口腔 什麼共鳴 就是有一個 講共鳴 用不出那個聲音 我根本用不出來欸 真的假的 那有很冰 我真的不會 那大家好我是軟月交 不像啊 我也不行啊 那大家好我是軟月交 有一點點 你有一點點 軟月交 然後呢 今天現在是常買菜 我真的模仿不出來欸 你會嗎 我不會 你試試看啊 嗯 一 啊 八十啊 你變機器人 你是感冒比賽嗎 不是喔 我那個揣摩他那個感覺啦 我經歷了 你說大家好我是軟月交 嗯 大家好 我是軟月交 你講就講跟我鬥雞眼啦 你跟我鬥雞眼啦 我真的是用心的好不好 我真的用心 我真的用心 你還不錯 我只知道他最近那個什麼啊 阿翰 對阿翰不是模仿算命阿姨朝向的嗎 他很會講 他就是很容易去 平常去給人家算命啊 我不知道欸 他講的很厲害欸 而且聽說他是 你要使的同學 喔真的喔 同學喔 好像是 好像是 我不曉得確不確定 但好像是 他真的很有彩虹 而且我覺得他語言能力很好 因為他還有學很多 Michelle Michelle的空中英文 對 然後他有學那個 三元會舞 那個YouTuber 喔真的啊 然後學他講日文什麼 他的語言能力很好 他學什麼語言都很像欸 喔 他可以立刻轉換 我覺得他很強 一個模仿天才 他真的非常厲害 你會模仿任何人嗎 我覺得我模仿很弱 可是我以前就是 一直很希望自己模仿強一點 因為我覺得模仿別人是一個 還蠻好用的一個專長 那你有模仿過誰 沒有模仿過 就是我有看到就會模仿啊 例如 一定有例如 你模仿過誰啊 什麼的啊 Soul Bay啊 Soul Bay你模仿一下 你說他被嚇到的樣子 我那個大蟲族帝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很想這樣子啊 感覺好像是你本人在講 對啊 我沒有 我不太會模仿 我真的不太會模仿啊 他只是會學他們講話 可是沒有 可能他一個印象想要學出來 可是你就覺得不像 對 因為模仿需要神韻 然後又需要 嗯 我覺得算是很不容易 而且要好好去研究這一塊吧 那你又不錯啊 我覺得 你只要去模仿有一個專才 我覺得你也很會模仿 我就是要看久了 我就會模仿 要看久了 不像邰哥就是 很容易就會模仿很厲害 可是我覺得模仿人超爽 我超會模仿 我師姐 馮淵貞 我要看 不行我們 我們經紀人都說 你不要再模仿你師姐 你這樣子一定在哪一天被他討厭 那他還是算是 那你們有看過他的廣告嗎 有啊 你有看過他的鱷魚電文箱嗎 電文箱沒有 那你就會覺得我不像嗎 好想啊 你Google一下鱷魚電文箱 我等一下私下模仿給你看 好 私私私 我很會模仿人真 哈哈哈哈 好馬上看一下新訓主題館 今天電玩的就是 暴雪鷹霸呢 他創了新的英雄 還有新的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浮絲凱雅 鑄 造 慘 Combat Operations 現在到現在都會加很多Overwatch的任務 對啊 我覺得故鄉這樣挺好的 再 Nations 五 四 四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新角 安娜跟宰族都是Overwatch的 剛剛字幕是不是說宰族是下一支 下一支先出的是安娜 像Sandy有玩Overwatch 可是你沒有對不對 對 我沒玩 你為什麼沒當初被沒有玩 我當初那時候盧時代比賽 所以說就不敢去玩別的遊戲 其實蠻好玩的 我知道很多人那時候真的是 都跟我說這個都跟吸毒一樣 碰了你就完了 我也是覺得屁言太誇張 然後一去我三天沒睡 太誇張了 真的很誇張啊 而且殺紅的眼 就是這樣玩積分 我真的是殺紅眼然後不講話 就真的覺得好玩對不對 真的覺得好玩 你看叫你來玩互玩 沒有啦 那時候正好 現在啊 現在可以玩啊 現在可以啊 趕快玩一下嘛 你現在還是覺得很不錯 我現在還是幾乎每天都有手扇啊 每次都說一場 然後可能很快要推完 然後就說再一場 然後一場接一場就三點 我可以碰一下 來玩一下嘛 你已經很久沒有上線了 這位玩家 幾天幾天了 其實大概是三個月吧 我想 哪有 哪有 都超久沒有上奧風襪 其實買了根本就沒這樣玩 到底是怎樣 我之前也玩得很瘋啊 好像你應該兩年吧 哈哈哈哈 後面有在上線 有人不用走就好 很浮誇 OK 我看一下 好 再來下一個星訓主題館呢 是 星之卡比呢 聽說他要在2018年的春季 登上我們的 任天哪Switch的平台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介紹 好嘞 我沒有玩過星系卡比 他就是可以把敵人變成自己的夥伴 喔 對可是他這個好像他 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 他現在就是你吸收不同的敵人 就有不同的能力 然後可以出運用 喔 所以可能最多4P這樣子 他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蜘蛛出 這看起來太好玩了吧 這個我應該會去玩耶 你沒有蜘蛛出喔 我可以買啊 真的你趕快去買蜘蛛出 這個蜘蛛出有好多大作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就是我會蠻喜歡的類型 所以你喜歡色彩鮮豔的遊戲 應該說我以前玩的遊戲 正好有一款叫做明星大亂鬥 就是他們的想講的東西 然後他是跟朋友一起玩 就是 他給你的感覺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他都特別好玩 剛剛看到也是這樣子 什麼遊戲都是跟朋友玩都特別好玩 有些遊戲更適合啊 就是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玩起來你們的討論度更高 這團隊合作 這遊戲你可以去買 因為 剛剛講的它是Switch的平台 接下來也是 奧德賽呢 也即將推出Switch的同魂款 我們來看一下 好煩喔 這樣我已經買Switch了 如果它很可愛的話 我覺得想要再買一台 為什麼你要買兩台 因為它是那個啊 銅棍組啊 我覺得很可愛啊 欸這些好多人買Switch喔 因為那個魔物啊 對啊 那時候我沒有玩魔物 可是它不是要吹皮的事上面嗎 啊不能帶著玩 對啊 魔物真的玩了之後 就不用睡覺了 所以這是 這是馬利歐的刺客教理好盤 哈哈哈哈 它有各種重要的東西 因為它好像 那個帽子可以攻擊人 是不是 這個好像也蠻適合實況 它帽子好多攻擊人喔 好可愛喔 但它是一個人玩 嗯 什麼嗎 因為單機 是連種單機 喔 這真的好想玩喔 我覺得它畫面好美喔 我沒喜歡這種單機 然後這樣子裝 關過體現遊戲 然後動作 對 那你應該是買同分子 還可以去買同分子 就好 對嗎 一萬日啊 可是我怕玩的 然後只能玩單機 我沒有朋友 然後跟你們 我沒有朋友是怎麼樣 我是很認真的 覺得我可能會用不到眼線 切換的 馬利歐真的是很神 家喻戶曉的東西 他是小時候的好朋友 就連現在的小朋友 小朋友也喜歡 也喜歡的東西 這是很厲害的 那會講的是同捆機樣子嗎 好期待喔 會 我們還有一張圖片 我們來看一下 瞳孔肌長怎樣 唉唷好可愛啊 可是手把怎麼 只是紅色戒指而已 然後附著一貼紙 你可以貼上去是不是 好無聊喔 那是機器 對啊 這個是套子 所以它這什麼套子是 所以它機器沒有變化 它有啊 手把紅色啊 沒有啦 然後附著一貼紙 你自己貼上去沒了 好爛喔 那我就不會讓我想要買啦 呃我還要自己貼 就買兩隻紅色頭髮 對我就買兩個自己 然後或是自己漆上去這樣 然後直角的漆上去 我就變同捆組 OK 好戴子很可愛 但是有啦有可能 有些人可能 可能還沒買switch主機的人 就會看到這個 然後就欸又是同捆組 然後又喜歡就會買一下 我也有會像PS4那種 同捆就整個機器 都變得很誇張那種耶 真的 結果嗯好普通 可以可以可以 它預計10月27號開賣 然後日本售價是 37980元 大概是對啊 1萬2差不多 台幣 大家喜歡可以自己去買啊 甚至現在買一買 也可以玩魔物獵人 是吧 然後明年還可以玩 那個新芝卡比 多好 好下一個是蘋果 蘋果的那個 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討論 到底 之後你們要不要換新手機嘛 對不對 這個呢 聽說之後你可以用蘋果 直接玩AR的遊戲 我們來看影片 它感覺很酷 可是 跑光跑就要跑很久 好跑很久喔 感覺上 這個還蠻猛的這樣看 大家不知道你在幹嘛 人家就會覺得是在幹嘛 就說欸不好意思 你是知道嗎 對啊 真的 會不會未來玩遊戲 就像那個刀劍神魚那樣子 一定會啊 可是不知道說我還沒有活在這室上 嗯 如果他們出 如果是未來有一款遊戲 是你直接可以在街上 帶給你 然後遊戲玩 裡面的敵人 都從那種 你的大王旁邊 或是 那他出車禍吧 我覺得那有點危險 你看到車啊 是等於說他直接在死去 我覺得那會造成交通大亂 因為有人就要看到這 可是他有敵人 他還是會這樣閃啊 對啊 很危險 可是我是蠻期待的 如果真的變那樣子 你說像刀劍喔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刀劍神魚 可是當他們說可能 那時候我已經死了 我也覺得我那時候應該死了 應該不太可 對啊 我就說就算我死了未來科技 可以把我大腦留存下來啊 以前 以前小時候 看青龍之道沒有飛天橋 我就想說啊 21世紀 因為小叮噹都說 21世紀是不一樣的世紀 一定會有飛行船的 那我以後也要坐飛行船 再通風飛來飛去 可是這樣空中不會交通大亂嗎 都已經21世紀了嘛 還不能飛 還不能自己飛是怎樣 所以那時候如果真的出了 像剛剛說的刀劍神魚裡面那樣的話 我應該已經往生 已經輪回了 我已經輪了一圈了 我知道我們用冰凍技術 把他們冰起來 真的假的 可是現在不是已經有一些 大概 就是像射擊遊戲有那種 一個台子上 讓你在上面真的跑啊 然後你就帶那個 有啊有啊 大型機台那邊都有啊 我覺得好像越來越接近欸 蘇冰真的有機會 可是VR感覺是整個人 我們是要整個意識 進到那個遊戲 對啊 整個靈魂進去 然後靠自己操作 對啊 那樣才屌 好想玩喔 對欸 好想 好想進去然後跟 跟他一樣 然後在那邊就是 談戀愛喔 對對對 種田跟武器店老闆買武器 對啊 好想喔 然後跟各種裡面的人 然後在那邊搞曖昧 欸我們像約主隊打怪 沒問題 未來 我感覺他們沒有打怪 他就是每天想要去談戀愛的樣子 沒有沒有 我們要談戀愛會先創一個工會好不好 對 先變成最強的 我要加 OK 喔我們兩個就創一個 好好好 然後我們就創那個仇男 仇男軍團 對對對 然後殺他 嗯 那我就會創一個仇女軍團 每天就找你們麻煩 喔好來來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剛剛呢講的那個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影片啊 反正之後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開始 但聽說是 iOS平台獨佔 嗯 對 然後 既然我們剛剛講到蘋果好了 新 未來將要出的iPhone 你們會買嗎 iPhone X 你是iPhone嗎對不對 對我不是 喔你不是 那你會想買iPhone嗎 你喜歡Enjoy 呃 我 我中間一隻有 可能買到 可是我都沒買 我之前2的時候有買 可是那時候是 一碰水就壞 蛤 然後我那時候講了 我再也不要用這家手機了 喔 然後我就 一直以來就是用S系列的 喔 那我覺得他可以買10欸 因為反正他沒有熟悉過他其他功能 所以你直接跳10 你應該會很習慣 但是有些人會不喜歡iOS的那個系統 喔 而且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你iOS系統你一定用不習慣 他們都這樣跟我說 我們一定不喜歡Enjoy系統 對啊 你們自己不喜歡那你為什麼要用這個手機呢 不喜歡Enjoy 嗯 不習慣啦 真的超級不習慣的 對啊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 每個人用 用習慣的 用習慣的問題 對 是啊 對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囉 反正 不管怎樣一定到時候又會造成排隊的熱潮 沒錯 所以我一定都是 而且手機現在的價錢都快要不可以買機車了耶 那個256GB 4萬一啊台灣 對啊 4萬多耶 可以買一台大海的配的 對啊 好爽耶 對啊 哪一隻這麼貴的東西在身上 對啊 我覺得好奇怪 我為什麼要抽這個啊 因為它就 蛤 我在想說 因為有果泥啊 沒有iPhone真的好用 所以真的讓人家會希望它 推出新的然後效能更好 就會真的想要再充一波 但是就真的太貴了 真的是蠻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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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真的我前一天又遇到一個路人啊 他在跟他朋友聊天 他說 唉 iPhone又要出了 我的iPhone又變慢了 這一定是陰謀 就大家都在講這些事情 對 真的有這種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拿兩年前的機子 那可能都差不多已經在盪了 已經在報廢 可以去報廢了 對對對 而且這是真的每次就是 我都沒有想要換 然後就開始變很慢 嗯 然後這次我也沒有想要換7 Plus 是因為我要 它出手機了兩天之後 我的手機正面啪朝地整個碎掉 鏡面我只好換了 對 這就是iPhone的陰謀 它一定有一個人 欸你們有聽說過網路上有一篇文章 他說iPhone啊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鏡頭其實可以 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什麼意思 它可以監控每一個人 是嗎 真的 那個是 你有聽過這個 你有看過這次的新聞嗎 這次的新聞 對 就是 他說其實iPhone它的技術已經強到 它其實它在它的鏡頭上面 它已經可以看到你在做任何事情 那是真的嗎 感覺是危言聳聽欸 就不知道 那我沒有聯網 那我就不 可是誰買iPhone外部聯網 你幹嘛買iPhone機喔 現在應該都一定都有就是 網路啊 對啊 不知道 這是網路說的 用手機都被看光了 可是大便只會看到你的臉啊 不會看到你 你不會照自己大便吧 所以說你每次大便都會這樣子 是不是 這也太怪了吧 這也太奇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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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伸一個懶腰 抓到這樣子 它就看到了 大便為什麼會伸懶腰啊 玩手機腳跟馬啊 那也是腳伸懶腰 怎麼會是手伸懶腰呢 你好特別喔 你今天對很多人都講說你好特別 你對他也這麼說 你對他也這麼說 我突然覺得他們兩個很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 他比較特別 我沒有兩個問題 他比較特別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廣告五分鐘 等一下呢我們又要玩恐怖遊戲 我真的覺得很討厭 我最近每個禮拜都在玩恐怖遊戲 而且是都是節目上 我自己私下實況也是 但我深夜魂已經玩完 然後因為其實 白色情人節康尼借我 然後但是我一直不想要跟他借 因為我看他玩很恐怖 我不敢玩 然後上上禮拜我們又 節目又講鬼故事 然後上上也是上上禮拜 然後跟他講我們玩 我們玩Open Watch也發生鬼的事情 什麼 我有講啊 咳嗽啊 蛤 也沒講 他不知道嗎 有啊 你上禮拜不是你們兩個嗎 是啊 真的喔 我忘了 你記得嗎 我記得 對啊 咳嗽聲哪怕出現女生咳嗽聲 對啊 Sandy 你好特別 你好特別喔 你的記憶還在異世界 對 反正等一下我們要 一整趴都玩白色情人節 我是不知道要怎麼玩 希望我們等一下可以派一個人玩 U自己也玩好了啦 可是這種東西不是讓女生玩效果比較強嗎 不會啊 你玩效果也很強啊 對啊 我是可以玩啦 我是可以玩啦 欸 那我們就休息五分鐘等一下馬上回來